昨日中午在公司午餐,望见窗外落大雨,不其然想起家母在我小时的教导。当时我们在澳门有一家连铺位的木厂。家母说当落雨的时候有人买柴,不但要选一些比较干爽的,而且要清先多少。 因为落雨的时候湿气重,木柴是比较重清,而且在落雨仍然要买柴,代表买柴的人士很需要。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帮了他们,其实也替自己做了口碑。 做生意是要讲口碑,口碑不好,赚钱都比较困难。午饭后雨同事开会,知道有不少商铺的租户都有问题,尤其是做食事以及做零售的。 没有夜市,大多数食事只是苟然残喘。没有国外人都说,零售业是掉盐水。我们因各租户的困难而尽量帮助他们。 其实我们的能力亦有限,不能一不过分面几个月租金。希望租客明白,他们处境就是好似落雨买柴的人。 我们不但会善待他们,而且会尽力而为。不过,我知道疫情对某些租客的影响不大。 所以希望哪些租客不需要我们帮助,令我们能够将有限资源帮助有需要租客。 香港现在大家需要互相扶持,希望疫情尽快过去,香港回复正常。 现在楼市最关键就是银行取贷。如果银行认为楼价有机会下跌而向客户追溯,楼市一定会出现风险。 但如果银行以落雨买柴心态对待客户,不但不会以楼市即将下跌为理由向客户追收贷款。 甚至帮一些有需要客户解而未知急,楼市以至香港经济就不会突然转坏。 现代落雨买柴的人心态其实是很重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